HELLO HELLO 今集帶大家吃的餐廳 是比較有特色的 亦都是我從來未試過的菜式 東北菜 他們的賣點就是份量相對比較多 而我今次介紹的 還要位於一間大商場裏面的店 就這樣看門面已經知道它是比較正的了 叫做鳳天繁華 地址是位於高新園站的萬象天地六樓 在介紹我們今天吃東西之前 先看看店舖 萬象天地六樓的餐廳 都不是簡單的裝修 位與位之間極之寬敞 另外這間店舖還會有一些專門的包廂 沒有任何手續費 如果是家庭聚會或者商務聚會都很適合 如果想坐得舒適 這間店舖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而桌面上的用具亦都相當有氣派 好像這個筷子架一樣 究竟這隻是龍還是麒麟呢 簡單一句就是很有特色的這間店舖 而茶方面同樣下面會有個蠟燭幫你烘熱著茶 服務員定期都會過來幫你倒茶 還有這個紙巾盒 非常之美 帶小朋友的大家也不用擔心 這裡有小朋友的用具 還會吸著一個桌面 對小朋友都非常友好 直接介紹我們今天吃的第一個冬筆菜 芝麻醬手工牛肉拉皮 這個叫做 整體冬筆菜其實未必是一些很名貴的菜式 但是這間店舖的陳列方式 就真的高檔了很多 主打這個其實是一些粉皮 再加牛肉片 另外就有一些芝麻醬 少少大辣的 加上一些窩筍絲混合的一個菜式 吃之前店員都提醒我們這個要拌勻才吃的 那些芝麻醬就可以滲入每一塊粉皮裡面 這個菜式其實都算是普通菜式 但是它的芝麻醬是很香的 而且它本身應該加了幾滴辣油上去 所以拌勻之後少少大辣 更加野味 加上一些粉皮每一條 蘸上了這些芝麻醬之後 非常入味 因為它的芝麻醬真的特別香 而牛肉片就普普通通 反而是粉皮混合了芝麻醬 就更加出色 第一個菜已經這麼高評價了 我們再看看之後的 第二這個菜我又真心是推介的 因為它的排腸已經很吸引 主要是用一個特製的鍋爐 去包著這個菜 一開那個畫面是很驚喜的 菜式名叫做 筋頭巴魯牛肉麩餅 其實中間的位置是一些五香牛肉 而外面這個圈圈 你當它是一個扁的饅頭就可以了 它還會給你刀 幫你切好一份份的 而這個食法都非常之簡單 就是將它中間的餡 這些五香牛肉 放在這塊麵包中夾來吃 有一點點像那些肉隔膜的 如果大家吃過以前的中式漢堡包 類似這些用一個包的皮去夾著一些菜 以前通常都是夾著梅菜扣肉 已經非常好吃的了 想不到這個夾五香牛肉 都是這麼出色 首先五香牛肉是煲得非常入味 就算是這些牛肉絕對都不硬的 很軟的 而麵包的皮就算你不拌肉 拌一下醬汁就這樣整塊吃 也都相當入味好吃的 五香牛肉的鍋裡面 除了牛肉 它裡面就有些牛筋 整體這個菜式真是很正 很特別 加上這個鍋本身很熱 整道菜非常出色 再下去這個又是奉天繁華的 一個招牌菜式 叫做奉天過年菜 我相信是一些東北自家製的菜式 賣相都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邊爐 包著它 上面也看到了 上面的紅色一塊塊圓形的 就叫做豬血腸 口感有點像豬潤 而中間有幾塊肥豬肉 而肥豬肉下面就是很多酸菜絲 再加上一些水晶粉 這些水晶粉很滑 以及很滲滲湯汁的味道 想不到這個菜式是這麼大鍋 所以有點後悔叫得太多菜了 來了這個鍋 千萬不要吃樹 可以先喝了它的湯 因為它的湯也很鮮甜的 味道是很重酸菜味的酸菜湯 所以大家記得喝了湯 而這個豬血腸也不是這麼多地方見過 我是第一次見過的 但是相對口感和味道都非常可以 所以大家有興趣過來 值得一試 再下去就試試這間另外一個主打菜式 紅燒大連本地帶魚 這個菜本身就想著吃回 當地東北菜的招牌菜試一試 味道絕對是好的 不過叫完之後很後悔 因為本身這個當地的大魚 我沒想過原來比較多的是小骨 而我們同行來有兩位小朋友 其實這類的魚 小朋友就不太友好 但是帶人來吃就沒問題 首先它的醬汁是非常濃郁的 魚肉相對比較軟 也帶有魚香 所以去到最後這個菜式 我差不多吃了一半 整體來說相當不錯的一個菜式 不過如果有小朋友和朋友 大家就要注意了 然後這個是它美團入面 TOP ONE的菜式 叫做鳳天老式鍋包肉 一來到上桌 它還會淋一些特製的醬汁 而色感非常之重 而它這個煮到外面是非常之金黃鬆脆的 而裡面的餡是一塊豬肉來的 因為外面剛才它淋的醬汁 是有一點點甜味的 類似蜜糖那樣的 加上它這塊炸的豬肉 混在一起的味道是非常之獨特 外皮是很脆的 不過裡面的豬肉是很嫩 還有很多肉汁會擠出來的 所以非常之... 真的沒試過這個口感的 難怪它是這裡的TOP ONE菜式 大家都看到了 這裡的菜式是相對濃味一點 如果有小朋友來 都可以叫這個小朋友餐 所以他們這裡都很重視小朋友 而深圳的餐廳大多數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在大眾點評 給它一個評分的話 它還會送這杯特飲給你 外形都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中間是有一個果凍 而外面是給你一杯類似檸檬茶的味道 給你倒進去的 然後這個擺盤又是很漂亮的 其實它是一個很普通的菜式 但這裡展示出來之後 升價十倍 菜式名叫拔絲地瓜 本身外面是一些糖衣 而中間就是一些地瓜 即是番薯 外層就很甜 裡面還會包一個類似水的醬汁 其實我發覺點不點都沒有所謂 因為它本身都很甜 公仔妹就非常喜歡吃這個 不過它不是喜歡吃中間的番薯 是喜歡吃旁邊的糖衣 當它是棉花糖一樣吃 而最後這個菜叫做加燒絲瓜 因為叫了這麼多菜式 我們選多個菜來叫一下 而這個菜本身的獻汁是帶有些鹹香的 加上這麼清淡的絲瓜 加上一起又有些化學作用 又挺好吃的 這個 而它的絲瓜的切法是比較特別 類似三角形的 所以口感是特別爽口 最後我們還叫了一鍋飯 叫做瓶磨滷肉飯 可惜我們真的吃得太飽了 最後還要打包酒 這個飯是很香的 大家記得叫 如果想要飯的話 而它本身這裡還有會員計劃 加了之後就有18元的優惠券 指定菜式還有特價 而你生日的話還有長壽麵送 也會送一個叫做甜汁酥皮蝦 最搞笑的還會有儲分制 你儲得多分就可以換不同的菜式 而我今次來的方法 就直接在福田打車過來 都是20多元而已 20多分鐘 就算你在福田口岸過來 轉去會展中心轉車過來 都是20多分鐘而已 或者在羅湖直接搭1號線 來到高新原站也可以 就在A出口一上 就直接去商場了 只要根據我這個路線圖 去到中間一個電梯口 再想直接去到六樓一出 基本上你就看到左手邊 就是這間奉天繁華的東北菜餐廳 而我們今餐就真的叫得太多了 所以人均的話 平均是去200元 因為條魚398真的相對貴少少 但如果減回的話 其實平均人均都是83元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多謝了 拜拜 拜拜